好來吧 OK 我們操作很簡單 這是左半邊這邊是機器人的方向控制 右半邊這邊是公主狀態的控制 那方向就很直覺 你按前的話機器人就會往前走 按下去 往前往前走 那左右呢 我們現在是旋轉 那我現在按左的話它就向左轉 按右它就向右轉 後退呢就給我後退走 OK 這是方向鍵的部分 那攻擊的話就很直覺 這邊左右兩顆 左邊就是左勾拳 OK 右邊又勾拳 X是蹲下 OK 好 這個是目前前面正面看的到部分 那腰杆上面我們還有LR鍵 L1跟L2呢 是正拳 左邊就直拳啦 應該是直拳 右邊又直拳 OK 那下面呢 下面是機器人的側移 左邊它往右側移 右邊它往右側 OK 好 那剛剛有提到那個 機器人倒的話 我們要它只能夠自己站起來 可以 那 這樣子 我們直接按摩骨頭呢 它就會站起來了 按下去 OK 那倒的話呢 其實有分前倒跟後倒 那另外一個方向倒的話 我們按這一個 它就有分前倒 OK 那如果你在比賽的時候 機器人有發現那個 兩個支機器人疊在一起 那我們這時候必須希望把它斷電 你就按這個Slay按下去 馬拉就斷電 那你這時候你就可以很安全的手去碰機器人 把機器人打開 不然在有通電的狀況的話 其實蠻危險的 那你要再連線的話 你就按STOP 它就連線了 OK 大概整個操作案件是這樣子 OK OK 好